记者简听与台北报道 又是送旧迎新的时节 聚会可不只是大人的专属活动 小朋友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聚会 这次亲子餐厅农人餐桌的主厨 Jimmy将利用常见的食材 做简单的造型变化 带大家动手做好看又好吃的聚会餐品 让小朋友吃得开心又玩得欢乐 起司肉肉球 食材 洋葱碎80克 猪饺肉240克 牛饺肉240克 酸碎20克 面包粉30克 波隆纳肉酱100克 马兹瑞拉奇丝100克 起司粉30克 荷兰芹碎5克 调味料 盐3克 黑胡椒3克 本次示范份量均为4-5人粉 示范食材皆可于传统市场大型超市购得 1. 其国加点油将洋葱碎炒箱放凉备用 取一条铃锅放入猪脚肉牛脚肉洋葱碎蒜碎再加入面包粉盐黑胡椒调味均匀搅拌至材料融合并捏成每克约40克大小的肉球备用 2. 令其国将肉球依序放入以中火剑约1分钟至表面上色后摆入烤盘 3. 肉球淋上波隆纳肉酱并铺上马兹瑞拉奇丝放进烤箱以180度烤8分钟出炉后撒上奇丝粉与荷兰芹碎 即完成生活周报30分之12当期重点美食手工好滋味和风汉堡牌电影野蛮游戏疯狂森林咖啡馆这间咖啡简约低调 5.